如果不疯狂 那用什么证明我对你的爱 在她的眼里 只有祖上性命的人才有资格谈爱情 可一旦这份疯狂的爱走向了极端 无论对方是多么坚强的女人 都会被伤害得体无完复 而这也正是女主玛丽的婚后生活 在外人眼中 她们是令人羡慕的模范夫妻 但只有玛丽知道 丈夫的控制欲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玛丽的一举一动都要被她监视 平时穿什么衣服 胯什么包包都要听从丈夫的安排 更是不允许她和异性有任何交集 一旦惹得丈夫不高兴 迎接她的就是丈夫的拳打脚踢 这如同炼狱般的生活让玛丽激进崩溃 她也曾试着逃跑 但每次都会被手眼通天的丈夫抓回来 她哀求丈夫放过自己 但在丈夫眼中 这一切都是她保护妻子的方法 因为她实在是太爱玛丽了 容不得玛丽和别的男性说话 更不允许玛丽被外面的世界伤害 这天玛丽在画画的时候 突然被手机里的新闻吸引 新闻里接受采访的男人名叫徐正元 是一位杰出的整容医生 在她的手术刀下 给客户换一张脸都完全不成问题 看到这个玛丽仿佛看到了希望 隔天她外出逛街 丈夫不出意外地派了两名保镖负责监视她 玛丽走到一栋大厦门前 称自己要进去看画展 让两名保镖在门口等着 但两名保镖却根本不听玛丽的吩咐 跟着她一起走进了大楼 玛丽见状赶紧按下电梯 直接来到了位于八楼的展厅 但她却没有停留 而是顺着楼梯来到了七楼 原来这里就是那个整容医生工作的地方 趁着两名保镖还没跟上来的间隙 玛丽请求医生帮她换一张脸 无论没丑 只要不被人认出来就可以 但正元听后却拒绝了她 因为她只做因事故造成的面部修复 像玛丽这种本就拥有天使长相的人 相比于整容可能更需要的是去看心理医生 眼看正元误会了她的来意 玛丽泪眼婆娑地说道 看着玛丽真诚的样子 正元没有说话 晚上回到家的玛丽还在回想白天时的场景 整容医生的拒绝让她的希望再次破灭 这时丈夫的声音在身后吹死 玛丽条件反射般地恐惧起来 不小心打碎了手中的盘子 丈夫见状紧忙查看玛丽有没有受伤 看到没事后这才松了口气 她也借此撩开了玛丽的秀发 夸在玛丽颈部线条是如此的迷人 而更让她欣慰的是玛丽只属于她一个人 随后便贪婪地吻了上去 完全没看到玛丽已经厌恶到极致的眼 也就在这时 一个更加大胆的逃跑计划在玛丽脑中浮现 这个女人究竟有多厌恶她的丈夫 被丈夫亲吻自己的脖子 她冲到厕所 忍不住将隔夜饭都吐了出来 想起丈夫曾摸过自己的秀发 她便拿出剪刀 疯狂地将自己的头发剪断 而她之所以这么厌恶 是因为丈夫不仅是个家暴男 还是个控制欲极强的变态 恢复情绪的玛丽刚从卫生间走出来 就看到地上摆放着的项链 丈夫又是以命令的口吻让她戴上 然后陪她一起共进晚餐 看到这的玛丽再也忍不住了 尽管还没有周密的逃跑计划 但她还是义无反顾地冲出了家门 顶着大雨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 最终因淋雨和体力不知昏倒在路边 而这里正巧就是医生正元的家门口 正元看到后也认出了玛丽 于是便将她带到了家里 还贴心地给她拿了件妻子的衣服让她换上 另一边玛丽的丈夫也发现玛丽不见了 并且玛丽的手机也已经关机 这就导致她无法通过手机定位找到玛丽 丈夫看着水尺里的剪刀和头发 只能冲着面前的镜子发现怒骨 她也势必要把玛丽找回来 殊不知此时的玛丽正荡着一个陌生男人的脸 解开了身上的衣服 正元看着满身伤痕的玛丽 眼神里也写满了惊讶 玛丽请求正元给她换一张脸 来让她逃脱丈夫的魔爪 这时外面传来敲门声 玛丽就像一只瘦了惊的兔子 生怕是自己丈夫已经找了过来 但来的人只是正元的同事 医院那边发生了紧急情况 正元让玛丽等她回来再谈 玛丽感激地看着正元离开 随后也换上了正元给她准备的衣服 但她却突然想起了还在医院的母亲 因为丈夫曾用母亲的安危威胁过她 不放心的玛丽来到电话亭 给医院打去电话 医院那边却说她母亲的状态突然很不好 让她尽快过去一趟 玛丽听后没有多想 急匆匆地打车赶到了医院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丈夫 为了找到她设下的圈套 玛丽来到病房 看到母亲安然无恙后松了口气 转头却看到丈夫 正在不远出笑盈盈地看着自己 就这样她再次被丈夫抓了回去 但就算被丈夫打得再怎么遍体鳞伤 都无法磨灭她心里想要逃脱的念头 几天后 玛丽来到母亲居住的疗养院 偷偷把母亲从疗养院带了出来 然后安置到了一个隐秘的地方 之后丈夫又在车里发现 玛丽事先放置好的遗书和结婚戒指 玛丽知道丈夫在她的手机里放置了追踪器 于是故意将手机开机 然后坐车来到海边 将装有衣物的袋子和手机放在岸上 伪装成已经跳海的假象 丈夫顺着追踪器很快便追了过来 看着地上的衣物 手下们都认为玛丽已经跳海自尽 但丈夫却不肯相信玛丽会自寻短见 她大声呼喊妻子的名字 这是一股强烈的第六感在脑中浮现 她转头凝视着身后的山林 而玛丽果然正在这片山林里逃命 这时天空下起大雨 玛丽双脚一划便摔了下去 她刚要起身去拿上方的手提包 却看到丈夫已经追了过来 为了不被丈夫发现 玛丽只好放弃 然后冲着山下拼命逃去 好不容易跑到了路边 却没有一辆车愿意停下来 走险地拦在了路中间 汽车也随之停下 而车上的人竟然是正元 女人为了摆脱家暴的丈夫 故意把手机和衣物放在海边 伪装出已经跳海自杀的假象 之后她找到了整龙医生 求她为自己换一张脸 这样就可以彻底摆脱丈夫的魔爪 医生得知玛丽的遭遇后 也决定破例为其进行整龙换脸手术 手术前正元问她想整成谁的样子 玛丽对此却毫无要求 只要是陌生的样子就可以 医生听她这么说 心里也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随后开始为其进行手术 而丈夫这边却始终没有放弃寻找玛丽 她发誓只要玛丽还活着 无论逃到哪 她都会把她找出来 终于手下那边在山里找到了新的线索 丈夫听后紧忙赶了过去 而手下找到的正是玛丽逃走时遗落的包包 而钱包里玛丽的各种证件和现金 让丈夫更加确定玛丽还活着 另一边玛丽也康复得差不多了 医生怀着忐忑的心情 为其揭开脸上的绷带 看到玛丽整容后的样子 医生虽然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还是惊恐地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原来她没能克制住自己的私心 把玛丽的脸整成了一股亡妻的模样 但此时的玛丽却对此毫不知情 完全沉浸在重获新生的喜悦当中 有了这张全新的脸 丈夫就再也找不到自己了 但她似乎低估了丈夫的手段 丈夫坐在家里 努力回想着妻子失踪前的所有事情 这时她忽然想起 玛丽之前穿过的紫色连衣裙 这正是上次医生借给玛丽的 看着这件不属于妻子的衣服 丈夫知道自己已经找到了关键线索 为此她特意买通了一名警察 让她帮忙调查紫色连衣裙的事情 只要能找到这件衣服的主人 也许就能顺同摸瓜找到妻子的线索 通过警察的调查 发现这件连衣裙是限量款 一共只发行了30件 店员在警察的威逼利诱之下 被迫交出了购买过这条裙子的30名客户信息 现在只要通过上面的人民一家家去调查 其中拿不出这条裙子的人 肯定就和玛丽的失踪脱不了干系 而另一边成功换了一张脸的玛丽 又迎来了新的难题 由于当初把手提包掉在了山上 导致她现在身无分文 没办法她只好再次去山上寻找手提包 结果却看到丈夫的手下在这里搜寻 自己也差点被手下发现 没办法她只能就此作罢 之后她尝试着想找份工作 结果发现自己除了画画外竟然什么都不过 眼看肚子越来越饿 她只好硬着头皮来到好朋友家楼下 想着向好朋友借点钱就急 结果却发现自己的丈夫竟杰足先登 看到丈夫的玛丽吓坏了 虽然换了一张脸 但心里的恐惧却没有消散 怕被认出来的玛丽赶紧掉头向回走 不知情的丈夫碰巧跟在她的身后 玛丽由于太过紧张 不小心跟赶来的警察撞在一起 被撞倒的玛丽没敢抬头 捡起包包就要离开 女人为了躲避家暴的丈夫 痛下决心做了整容换脸手术 本以为可以就此开始新的生活 结果隔天就在街上偶遇了丈夫 虽然换了一张全新的脸 但内心的恐惧却并未消散 就当她要赶紧离开时 丈夫却在身后叫住了她 马丽顿时被吓得半死 还以为自己已经被发现了 结果丈夫只是捡起了地上的钱包 丈夫也好奇这个陌生女人 为什么会如此紧张 但好在她没有多想 而走过转角的玛丽 已经被吓得双腿发软 到了晚上 身无分文的玛丽坐在公交站台 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要去哪 这时天空下起大雨 躲雨的玛丽还被两个醉鬼调戏 最后三人闹到了警察局 没办法玛丽只好再次给郑元打去电话 郑元得知玛丽的处境后 也将玛丽带回了家里 还贴心地给她安排了单独的房间 玛丽为了答谢郑元 特意早起给她做了丰盛的早饭 看着眼前和一部妻子 有着相同样貌的玛丽 郑元的表情也有些失神 两人在餐桌前忙里忙外 开始了排查 只要哪个买主拿不出那条紫色连衣裙 就肯定和玛丽的失踪脱不了干系 另一边郑元的好朋友海拉来家里看望 玛丽纹身看去 海拉看到玛丽的相貌后大惊失死 郑元见状赶紧将她拉出门外 海拉质问郑元屋里的女人是谁 为什么和她死去的妻子长得一模一样 看着郑元低头不语的样子 海拉也猜到了原因 她不敢相信郑元竟会做出如此疯狂的事情 如果被别人知道 郑元的从医生涯将会就此结束 而屋内的玛丽也察觉出了不对劲 她来到郑元的卧室 看到相片里和她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 她终于明白 原来郑元把她的脸整成了一部亡妻的模样 隔天玛丽做了一桌子的饭菜想和郑元告别 虽然她很感谢郑元的帮助 但她不想因为自己的容貌给郑元带去困扰 但就在这时 玛丽的丈夫竟然找了过来 丈夫不由分说直接闯进屋内 玛丽吓得紧忙躲进了浴室 紧捂着嘴巴生怕发出声音 结果却还是被丈夫听到 关键时刻郑元拦住了她 说她的妻子正在洗澡 没办法丈夫只好让郑元找出妻子的这件衣服 浴室内的玛丽听到后下的要死 因为郑元妻子的那件衣服 此时正在她丈夫手中 但外面的丈夫却一脸不可置信 因为在郑元家的衣柜里 竟真的找出了一模一样的裙子 这说明他们找错人了 没办法两人只好信心离开 账促怎么也想不通 明明限量30件的裙子 她手里有一件 为什么其余的30个买家竟然能一件不少 原来郑元的朋友海拉也是这30个买主之一 一个小时之前 账促刚去她家查看 海拉无意间看到账促掉在地上的名单 最后一家要去的竟然就是郑元的家里 想起郑元的妻子也曾买过这条裙子 海拉立马察觉出了不对劲 于是找了个棋手 将自己的裙子闪送到了郑元家里 这才骗过了玛丽的丈夫 但丈夫很快就发现了端倪 30名买家当中 她都见过裙子的主人 唯独最后去的这家没有见到 晚上恢复情绪的玛丽正准备和郑元道别 门外的门铃声再次响起 原来是丈夫再次找了过来 女人结婚5年 却每天都在被丈夫家暴 她来到海边伪装成已经自杀的假象 然后来到医院进行了诊容换脸手术 看着镜子里陌生的脸庞 玛丽以为终于摆脱了丈夫 但此时敏锐的丈夫却已经追到了家门口 郑元愤怒地走到门外 质问她到底想要干什么 丈夫却表示要当面看看郑元的妻子 郑元越是阻挡 她的心里就越是怀疑 就在两人争执不下的时候 玛丽却鼓足勇气走了出来 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女人 丈夫彻底傻眼了 殊不知此时的玛丽正在极力克制心中的恐惧 郑元见状赶紧将她搂进怀里 丈夫眼看没有发现 只能不甘心地道歉离开 而玛丽也不愿再给郑元带去负担 隔天一早就离开了郑元的家 拿着郑元给她的钱租了间小房子 打算今后以画画为生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 玛丽和郑元虽然没有见面 但还是不由自主地会想起彼此 而另一边不死心的丈夫 让警察再次调查了30名买家的详细信息 这一查还真的有所收获 30个人里面的夏金和海拉竟然是朋友关系 这让丈夫再次起了疑心 隔天她来到海拉的工作室 话里话外都在询问着那件紫色连衣裙的事情 海拉虽然表面上不露声色 但毕竟心中有鬼 给出的回答也是漏洞百出 同时她也知道 男人竟然就是韩国第一财阀的儿子江仁旭 仁旭在询问了一番后直接起身离开 同时也确定那个叫夏金的女人肯定有猫腻 而海拉也来到了郑元家里 警告郑元不要再帮助玛丽了 因为她的丈夫是个全是滔天的角色 但郑元非但不听 还让海拉帮忙给玛丽找个大典的房子 海拉听后一脸的不可置信 郑元没有回答而是直接起身离开 为了让郑元对那张脸死心 海拉无奈只好说出有关夏金的真相 原来当年夏金在出车祸之前 就已经背叛了他们之间的爱情 海拉看着不为所动的郑元后 不可置信地捂住了嘴巴 原来郑元早就知道夏金的事情 却还是一如既往地爱她爱到了现在 这让暗恋郑元的海拉难以接受 而郑元对于妻子夏金的事情也有着她的遗憾 当年她明明猜到了妻子要去找别的男人 害怕失去的她还是放任妻子离开 也许那天她出手阻止的话 妻子就不会发生车祸 现如今和夏金一样的人再次出现在她的世界 她不想再次留下遗憾 在和玛丽相处的几天时间里 郑元发现她已经爱上了玛丽 于是她来到了玛丽的住处 两人四目相对 眼中写满了对对方的思念 两人来到餐厅吃饭 玛丽也向郑元坦白了丈夫的身世 身为韩国第一财阀 丈夫手段很辣血全是滔天 在和丈夫结婚的五年里 她用尽所有办法想要离婚 但无论是报警还是找律师 最后都被丈夫的手段压了下来 所以她不想让郑元因为她而陷入危险 但郑元却做好了和江仁旭斗争到底的准备 她拜托朋友和浩打探江仁旭的底细 作为顶级财阀家族 江仁旭的家是极为神秘 外界甚至连江仁旭家庭的合照都找不出来 不及待地打开档案袋 里面的照片让她大为吃惊 江仁旭那已经过世的母亲 竟然和美整容前的玛丽长相极为相似 郑元心知肚明这肯定不是巧合 而这其中的答案 还要从江仁旭小的时候说起 这是男人的第996次家报 结婚五年 只要妻子对她的想法稍有忤逆 男人就会毫不犹豫地抬起巴掌 女人每次都被她打得遍体鳞伤 但奇怪的是 男人却从来不打妻子的脸 原来在男人小的时候 父亲就经常当着她的面熬打母亲 年幼的男孩只能躲在角落瑟瑟发抖 无法忍受的母亲选择逃跑 但父亲每次都以男孩作为威胁 让母亲回来 就这样 母亲终于承受不住 在男孩的面前隐淡自尽 男孩伤心欲绝却什么都做不了 从那之后 父亲就成了他最痛恨的人 但令男孩没想到的是 父亲的行为已经深深影响到了他 长大后的他变得暴躁义幕 也时常会想起母亲死在他面前的场景 在一次画展上 看着和自己母亲长相一模一样的玛丽 江仁旭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也是从那天开始 江仁旭就对玛丽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刚结婚的时候 两个人过得非常幸福 江仁旭也是真的很爱玛丽 但越是这样 他身体里的那股控制欲就愈发疯狂 直到他第一次伸手殴打玛丽的时候 他才意识到他已经变成了曾经最痛恨的父亲 他对玛丽的爱最终变成了伤害他的武器 也因为玛丽有着和母亲一样的长相 所以每次家暴时丈夫都会刻意避开她的脸 而玛丽也和当年的母亲一样 想尽办法想要从她身边逃离 甚至不惜进行了整容换脸手术 可就算如此 丈夫却依旧不肯放过她 无论玛丽躲到哪里 她都要把她找出来 虽然整容后的玛丽完全变了父母样 但敏锐的丈夫还是通过蛛丝马迹找到了这里 并且确信这个叫夏金的女人 肯定和玛丽的失踪有关系 警察那边也随之查到了重要线索 原来夏金五年前因一场严重车祸变成了植物人 可她那天看到的夏金 却好端端地站在她的面前 这种不符合场里的事情让江仁旭更加怀疑 第一时间驱车来到了夏金居住的疗养院 可当她走进去后 看到的却是郑元的脸 原来是疗养院的人将消息告诉了郑元 郑元收到消息后先她一步来到了这里 并且更改了夏金的病例 这次博弈又是郑元险胜一招 但却还是被细心的江仁旭发现了端倪 病例上夏金苏醒的日期 竟然和玛丽失踪的日期是同一天 她不相信天下间会有这么巧合的事情 隔天她来到夏金的画廊 想要从她的身上寻找突破口 但在这里工作的人却是海拉 海拉说夏金最近正在创作 以不方便见面为由拒绝了她 江仁旭大手一挥 手下立即将账单递了过来 原来江仁旭背后的财团 是画廊这些年来的最大客户 如果她见不到夏金 那今后她背后的财团 将不会继续和画廊合作 那样的话原本就亏损的画廊 则会更加难以维持 海拉没办法只能找到郑元 让她说服玛丽以夏金的身份 去和江仁旭见一面 但郑元听后却果断拒绝 就算画廊亏损倒闭 她也不会让玛丽再去面对那个恶魔 海拉眼看劝说无果 索性背着郑元偷偷将玛丽约了出来 希望玛丽能以夏金的身份 去和江仁旭见面 并且谎称这也是郑元的意思 听到海拉这么说 玛丽虽然心里极为恐惧 但为了郑元也只好咬牙答应 为了不被丈夫看出破绽 她向海拉索要了夏金的资料 并且按照视频里夏金的样子 开始模仿起来 从发型到妆容 甚至夏金走路的姿态都反复研究 从踏进大楼的那一刻起 她就是那个美丽自信的夏金 女人为了躲避家暴丈夫 不惜通过整容换了一张脸 虽然明知道丈夫不会认出自己 但再次见面时 心里却还是慌得要死 幸好通过之前的锻炼 玛丽的言谈举止 已经和之前大不相同 从容淡定地和丈夫介绍油画 但下一秒 玛丽的围巾意外滑落露出了脖子 这让她瞬间慌了手脚 丈夫也察觉出了不对劲 这熟悉的线条 分明就是妻子玛丽的 可为什么相貌却不一样 她冲进卫生间不停地用冷水洗脸 试图让自己变得清醒 再次出来后 玛丽也恢复了从容优雅的样子 丈夫用眼睛死死盯着玛丽 试图看出她身上的破绽 但玛丽却始终表现得滴水不漏 在签好画廊的合同后 玛丽微笑着目送将人许离开 电梯门关上的刹那 玛丽也终于松了口气 准备回家的她正巧 在楼下遇到了郑元 看着玛丽这番打扮 郑元猜到她肯定是去跟丈夫见面了 而此时的玛丽也终于支撑不住 一头栽进了郑元的怀里 这一刻所有的委屈化成泪水 郑元健壮也心疼得要死 而玛丽之所以会这么做 不用猜也知道肯定是海拉让的 她愤怒地找到海拉 痛斥她这种作为真的很让她失望 郑元的话让海拉伤心不已 她暗恋郑元这么多年 从没想过她会为了一个 刚认识几天的女儿跟她翻脸 而她也不愿在压抑心中的胆情 晚上来到郑元家里和她表明了心意 但郑元却表示一直都拿她当家人看待 另一边的郑仁旭掏出手机 原来她已经在郑元家附近安装了摄像头 看到海拉被拒绝的场景之后 郑仁旭觉得她再次找到了突破口 这种被情所困的女人 说不定哪句话就会透露出一些惊人的秘密 隔天她就把海拉约了出来 二话不说就向海拉扔出了一颗糖衣炮弹 只要海拉肯为她做事 别说现在这个小小的话了 她甚至能让海拉拥有国家级的美术馆 而这个刚刚被郑元伤过心的女人 竟真的投靠到了江仁旭的一方 隔天玛丽接到海拉的电话 海拉已有事为由约她出来见面 玛丽来到约定的餐厅 等了很久都没见海拉的身影 出现在她面前的 反而是那个恐怖的江仁旭 玛丽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江仁旭故意问她今天怎么没戴围巾 玛丽听后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脖子 面对江仁旭如同鹰笋般的目光 玛丽只觉得越来越心虚 眼看就要招架不住的时候 一个人影突然走了过来 玛丽抬起头 看到的竟是郑元那张温柔的脸庞 这让玛丽瞬间有了自信 接着郑元把解约输地了过去 就算画廊会面临倒闭 她也不愿再让妻子和江仁旭再有瓜葛 接着拉起玛丽就要离开 但玛丽听后却犹豫了 想到这个画廊曾是夏京生前的毕生心血 她竟破天荒地拒绝了郑元的决定 接着三个人坐下来一起吃晚饭 江仁旭故意用语言刺激玛丽 说她那失踪的妻子身处于爱中而不自知 玛丽听后也果然中计 玛丽这充满情绪的话也让她察觉出了不对劲 好在郑元及时出言打断 玛丽见状也紧忙收起画风 饭后郑元送玛丽回家 两人像是热恋中的情侣般难舍难分 最后郑元还是驾车离开 但她没注意到的是 江仁旭的车子早已在暗中跟了过来 独居女人正准备睡觉 却看到窗前有一道人引闪过 来源正是她那个家暴的丈夫 听着丈夫粗暴的敲门声 玛丽惊慌失措地躲进角落 下一秒丈夫破门而入 房间内熟悉的油画映入眼帘 丈夫一眼就看出这是她的妻子玛丽所谓 她极力控制心中的愤怒 呼唤玛丽出来跟她回家 角落的玛丽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但还是被丈夫发现 玛丽 玛丽的极为相似 她不可思议地质问她到底是谁 就在这关键时刻 察觉出不对劲的正元及时打了回来 冲上去一拳将她打翻在地 随后紧忙拉着玛丽跑了出去 不甘心的丈夫拿起身旁的木棍追了出去 正元掏出手机让玛丽报警 随后站起身子和江仁旭对峙 两人很快撕打在一起 身强体壮的江仁旭两下就把正元按在身下 下一秒楼下的警笛声响起 江仁旭的手下及时将她带离现场 正元两人这才逃过一劫 逃走后的丈夫怎么也想 那里分明到处都是努力的痕迹 但为什么就是找不到她 还有那个叫夏金的秘密 为什么总觉得那么熟悉 这种离真相仅剩一步之遥 却始终无法触及的感觉让她激进崩溃 只能疯狂捶打面前的炸篮 晚上她再次找到海拉 看着江仁旭手上的恐怖伤口 海拉好奇难道她是去跟人决斗了吗 江仁旭则是质问她 为什么身为画廊老板的夏金 会住在平民区的乌塔房 如果海拉是真心想跟她合作 那就将真相告诉她 面对咄咄逼人的江仁旭 海拉除了害怕更多的却是可怜 她很能理解江仁旭这种爱而不得的感觉 但就算她找回了玛丽 也不可能找回他们之间的爱情 说着说着 海拉的眼神变得温柔 对着江仁旭的脸缓缓凑了上去 但关键时刻却被江仁旭一把推开 她是不可能背叛玛丽的 于是只好匆匆离开 而另一边的玛丽看着 为了她而受伤的郑元 心中自责又愧疚 她不能再给郑元带去威胁 于是趁着郑元睡着后 拿着行李悄悄离开 准备远走她乡去外地生活 醒来后的郑元发现玛丽不见了 看着角落的行李也随之不见 郑元立马猜到了玛丽想要离开 于是赶紧开车朝着车站赶去 在玛丽即将踏上火车的刹那 郑元及时赶到 一把将玛丽搂进怀里 郑元说她知道玛丽心里担忧的是什么 可无论让她面对什么样的困难 都不会比失去你还要让人难过 玛丽也被郑元的爱意感动 两人就这样紧紧地抱着彼此 直到身旁的列车缓缓驶过 为了避免发生类似的事情 郑元索性将玛丽接到了自己家里 江仁旭知道这个消息后 也拍手下开始24小时不间断地监视两人 同时也加大调查力度 势必要再挖出一些有用的线子 另一边的玛丽也察觉出了不对劲 无论自己走到哪里 总觉得四周都有很多双眼睛在盯着自己 猜到已经被江仁旭监视的两人 所幸将计就计 像正常夫妻一样甜蜜地过上了日子 这让本就互相喜欢的两人感情变得更加火热 这天郑元的好友何浩意外看到了玛丽 她的表情瞬间变得不自然 顺口叫出了夏金的名字 海拉健壮只好将前因后果告诉了她 虽然了解到面前的女人并不是真正的夏金 但何浩的心里却还是久久不能平静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相片 是郑元和夏金的合影 而被她故意折起来的那边 竟然就是何浩自己 男人手机收到彩信 里面赫然是已故妻子和另一个男人的暧昧画面 并且照片中的男人还是她最好的朋友何浩 此等打击让郑元瞬间愣在原地 回想妻子车祸前的那段时间 经常以各种理由出差 而作为同事兼好朋友的何浩 也总是不约而同地向她请假 原来从那时起 她就已经拥有了青青草原大礼包 而她手中的这些照片 自然就是将仁虚调查出来并且发给她的 看到夏金的出轨对象竟然是何浩 海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但经过这几次的接触 江仁虚觉得夏金不像是那种会出轨的女人 因此她希望能从海拉的口中得到答案 但海拉却始终没有出卖郑元和玛丽 只是不停奉劝江仁虚放下执念 没准你的妻子现在已经爱上了别的男人 海拉这才意识到面前男人的可怕 原来在她的眼里 这件事情已经上升到了生与死的高度 另一边郑元把何浩约了出来 开门见山的质问何浩是不是曾和夏金有过私情 但夏金如今已经过世 何浩本想死不承认的蒙混过关 但下一秒郑元手机里的照片却让何浩哑口无言 眼看着事情败露 何浩也变得恼羞沉默 郑元还想说些什么 转念一想毕竟夏金已经死了 现在说这些也没有任何意义 于是她选择直接跟何浩绝交 借着她失魂落魄的朝家中走去 却看到海拉一直在院子里等她 她再次劝说郑元放弃玛丽 因为一旦被江仁旭发现的话 你会死的 但郑元却仿佛没听见一样 海拉也被她气得半死 为了让郑元彻底放弃夏金那张脸 海拉再次说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原来当年夏金没死的时候 曾故意去医院打掉了郑元的孩子 之后假装成了流产的样子 还在郑元面前故意装得悲痛欲绝 这才是她深爱之人的真面目 等到海拉走后 郑元痛苦地跪在地上 原来这么多年她一直深爱着的女人 竟然是那种会亲手打掉自己孩子 然后假装无辜的恶魔 玛丽此时听到动静从屋内走出来 看着在院子里痛苦跪地的郑元 玛丽赶紧走过去问她怎么了 结果伤心欲绝的郑元将玛丽当成了夏金 她质问玛丽为什么要这么对她 面对如此疯狂的郑元 玛丽却选择默默承受这一切 发泄完了的郑元回过神来 才发现眼前的女人不是夏金而是玛丽 面对已经气不成声的玛丽 郑元丢下一句对不起后就起身离开 回到楼内将自己反锁在了房间 玛丽站在门口 听着郑元在房间内哭泣的声音 她忽然意识到 郑元对她的爱也许只是因为 她有了一张夏金的脸 郑元心里爱着的人也一直是夏金 这让玛丽意识到她是多余的 于是隔天她再次做了一桌子的饭菜 想要彻底和郑元告别 但还没等玛丽开口 郑元却率先说了出来 这让玛丽瞬间红了眼眶 之前她心里抱有着一丝幻想 但现在看来郑元确实爱的不是她 而她也没有留下来的必要 尽管外面下着瓢泼大雨 玛丽还是义无反顾地起身离开 可等到玛丽走后 郑元的心里却无比难受 她这才意识到相比于之前的夏金 眼前这个真诚善良的玛丽才是她的最爱 于是她赶紧追了出去 看到不远处坐在雨中的玛丽 郑元二话不说直接把玛丽搂进怀里 两个人也真正走到了一起 同一时间江仁旭也从睡梦中惊醒 看着窗外的瓢泼大雨 江仁旭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难受 天一亮她就来到了郑元家门前 威胁她赶紧说出玛丽的行踪 她是南韩的顶级财阀 却也是一个爱情观扭曲到极致的人 在她的眼里 爱情只有相爱和死去两种选择 这样一个偏执疯狂的财阀 怎会让人不怕 所以在看到男人威胁郑元的时候 玛丽的心都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为了不拖累郑元 玛丽决定再次去跟江仁旭见面 她再次画上精灵干练的妆容 来到江仁旭的公司 结果刚走到楼下 就遇到了江仁旭的父亲 尽管此时的玛丽已经换了一张脸 但看到这个暴虐诚信的公共事 心里还是忍不住的开始恐惧 就在两人擦肩而过的时候 公共却意外叫住了她 问她就是那个画廊的老板夏金吧 她问玛丽到底抓住了她儿子的什么把柄 才能让儿子力排众议的 非要投资你那个毫无价值的画廊 玛丽听后甘大的不知该如何回答 就在这时江仁旭突然出现 一把将玛丽拉到了自己身后 在父亲惊讶的眼神中 江仁旭带着玛丽离开了这里 两人来到办公室 玛丽主动从包里拿出照片 说自己确实做了对不起郑元的事情 如今郑元因为这件事情已经很痛苦 所以她请求江仁旭不要再为难郑元 作为报答 她会帮江仁旭寻找她失踪的妻子 可狡猾的江仁旭故意摆弄起袖口的扭扣 玛丽看到后神情果然开始变得不自然 原来这正是她每次殴打玛丽前要做的动作 江仁旭死死地盯着面前的玛丽 而此时的玛丽也已经紧张到出汗 她赶紧说完了要说的话 随后起身就要离开 可江仁旭却始终觉得不对劲 追上去一把将玛丽堵在了墙角 看着面前的这个女人 江仁旭的心里始终觉得不对劲 但却又想不清楚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但很快 她就再次找到了突破口 她派人将何浩带到了一处工地 质问她是否知道玛丽在哪 何浩虽然知道现在的夏金就是玛丽 但已经跌落到谷底的她已经无所畏惧 所以别妄想能从她这得到什么有用的消息 江仁旭听后却笑了出来 让手下拿出视频给何浩看 而视频里的内容确实让何浩慌了手脚 原来当年在夏金出车祸的时候 何浩也在夏金的车里 但为了自己的前途和名誉 何浩没有选择报警 而是扔下昏迷的夏金独自离开 江仁旭花了无数的人力物力 才从当年对面行驶的 货车司机的记录仪中拿到了这段视频 眼看被江仁旭抓住了把柄 何浩也开始慌了手脚 随口说出的一句话 彻底让江仁旭明白了一切 既然真正的夏金已经死去 那现在郑元身边的夏金又会是谁 他一路狂飙来到玛丽曾居住过的屋塔房 并用砖头砸开门锁走了进去 在屋内的一面镜子上找到了两枚清晰的指纹 他第一时间让手下拿去做对比 手下那边也很快得出了结果 听到这个答案 江仁旭的心中激进崩溃 像个孩子一样归在地上抱头痛哭 海拉健壮走过去将她抱住 但天真的海拉低估了江仁旭的疯狂成果 这是我见过最嚣张的富二代 整天拿着巴比Q纸来指去 在得知夏金就是妻子玛丽的消息后 江仁旭心里的恨意更是上升到了顶点 他掏出巴比Q对准海拉 让海拉打电话把玛丽骗过来 海拉表面顺从 但心里却早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眼看计划失败 江仁旭则亲自拿起了电话 而知事情败露 玛丽顿时变得惊慌失措 江仁旭以海拉的性命威胁玛丽 让她来和自己见面 为了不让海拉受到伤害 玛丽决定接受自己的宿命 她瞒着证员来到画廊 坦然承认自己就是玛丽 江仁旭强忍着眼泪 将她一把搂进怀里 就算此时的玛丽已经换了一副容貌 她也会一如既往地去爱玛丽 玛丽听后却将她一把推开 现在的她已经没有她爱的那张脸了 所以她希望江仁旭能放过自己 但江仁旭哪里会同意 她说可以把玛丽的脸再整回去 玛丽没想到眼前的男人 竟会疯狂到这种程度 另一边证员睡醒后 发现玛丽不见了 看着字条上告别的话 证员猜到她肯定是回去找江仁旭了 于是赶紧驱车前往画廊 可赶到后只看到昏倒在地的海拉 此时的江仁旭早已将玛丽带到了 她的秘密别墅 玛丽哀求丈夫放她走吧 丈夫却笑着表示会用一切力量去原谅玛丽 两人像以前那样幸福地过日子 但她却不能原谅郑元 像她这种引诱别人妻子 还私自给人换两个行为 丈夫表示一定会让她付出代价 看着丈夫凶狠的模样 玛丽终于坐不住了 她说这一切都是她的主意跟郑元无关 恳求丈夫不要伤害郑元 但偏偏就是她这种紧张在意的模样 让丈夫的心里更加恼火 自己的妻子竟然在紧张别的男人 这让她更加坚定了要杀死郑元的决心 可眼下耽误之急是要赶紧恢复玛丽的容貌 如果玛丽现在的样子被父亲看到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可手下经过多方咨询 所有整容专家都做不到把玛丽的脸恢复如荼 没办法将仁旭再次找到了同时整容医生的何浩 命令她将玛丽的脸整回到之前的状态 但何浩却表示 这种难度极高的手术 除了郑元以外没人能做到 没办法将仁旭只好把郑元绑到了她的私人医院 另一名手下同时也将玛丽带了过来 两人几日没见 看向对方的眼神中充满了爱意和关心 这让站在一旁的江仁旭心里更是恼火 她也不愿再过多废话 告诉郑元如果想要活命的话 就将玛丽的脸整成以前的样子 她已经替郑元准备好了手术室和付诸人员 她给两人一个小时的时间考虑 是按照她说的话去做 还是让郑元下地狱 说着手下们就将两人推进了手术室 为了守住郑元的性命 玛丽请求郑元把她的脸整成原来的样子 可郑元却拒绝为她手术 就算牺牲自己的性命 她也不能眼睁睁看着玛丽再次跳进火壳 就当丈夫要对郑元动手的时候 玛丽却突然站起身来替郑元辩解 说她之所以不愿动手术 是因为这是她已故妻子下经的容貌 玛丽说她已经想通了 愿意心甘情愿回到丈夫身边 接着姜仁旭搂着玛丽离开 只留郑元在手术室里疯狂挣扎 没过多久手下给姜仁旭打去电话 说已经找到了能做这个手术的医疗团队 但是要等三个月之后 可姜仁旭却根本没这么多时间 如果被父亲发现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结果她刚说完这话的第二题 父亲就找到了玛丽藏身的别人 公公拿起花瓶砸项而起 下一秒丈夫及时出现替妻子挡得下来 看着面前换了容貌的玛丽 公公愤怒地让她滚出家门 丈夫为了保护玛丽 不惜和父亲撕破脸 扬言如果父亲再欺负玛丽的话 他会亲自出手搞垮父亲的商业帝国 等到父亲离开后 将仁旭蹲下身子抱住玛丽 安慰她不要害怕 并且承诺今后会好好对她 可玛丽却根本不信 像这样的承诺丈夫不知说过多少回 结果还是每次都把她打得遍体鳞伤 想着还在外面等着自己的政缘 玛丽下定决心一定要彻底离开丈夫 晚上趁丈夫睡着后 玛丽悄悄起身来到花室 从笔袋的夹缝中取出了一张内存卡 这里面是她之前偷拍丈夫家报她的证据 有了这个就能让她重获自由 但就在这时 丈夫的身影突然出现在身后 一把将内存卡夺了过去 看到她曾经殴打玛丽的视频后 一股强烈的愧疚瞬间席卷全身 但下一秒眼神却又变得淋漓 原来玛丽之所以心甘情愿和她回家 只是为了来拿藏在家里的内存卡 她让玛丽像之前那样给她道歉 那样的话她就会原谅玛丽 可玛丽却再也不愿重复之前的日子 站在原地一声不吭 紧接着画面一转 玛丽不出意料地再次被丈夫家报 反观丈夫也在一旁病态地哭泣 说是因为太爱玛丽才会这样的 眼看内存卡的事情被丈夫发现 玛丽一时间也没了办法 隔天丈夫像没事人一样带她出去吃饭 玛丽却在洗手间内偶遇了海拉 海拉说证员那边也在想尽办法要求她出去 让玛丽不要放弃 可看到玛丽虚弱的样子 海拉意识到了不对劲 看着玛丽肩膀上触目惊心的伤疤 海拉才意识到玛丽又遭遇了江仁旭的家暴 原本还想跟玛丽说些什么 结果下一秒江仁旭的手下就走了过来 玛丽只好跟着手下走了出去 而海拉回去后 将刚才看到的一切告诉了郑元 郑元听后心中的怒火再也压抑不住 直接冲到了江仁旭家里要救走玛丽 江仁旭听后非但没有阻碍 反而让手下将其放进来 之后缓缓来到桌前拿出了巴比丽 他要在今晚彻底了结三个人之间的恩怨 郑元进屋后二话不说就打了上去 质问他为什么要如此对待玛丽 画师的玛丽听到声音后也赶紧跑了出来 一脸惊恐地让郑元快跑 看着两人紧贴在一起的样子 江仁旭也抑制不住心中的疯狂 默默地像巴比丽塞了一颗子般 郑元健壮赶紧将玛丽护在身后 但下一秒 丈夫竟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脑袋 男人为了挽回变心的妻子 竟然用枪对准了自己的脑袋 与妻和妻子分开 还不如就此了结 接着男人在妻子惊恐的眼神中 嘶吼着开出了第一枪 幸运的是这一枪没有子弹 说把男人再次举枪对准了自己的脑袋 看着丈夫还要继续 已经吓傻了的玛丽赶紧扑了过去 求丈夫把枪放下 承诺今后会好好爱她 但男人却仿佛没听见一般扣动的扳机 幸运之神站在了江仁旭这边 三枪结束 她终是躲过了那颗要命的子弹 她像个胜利者一样在郑元面前炫耀 看来她和玛丽是命中注定要白投降 玛丽此时也完全不敢吻一丈夫 面对丈夫的表白只能疯狂点头 就在两人对事时 身旁的郑元却默默捡起手枪 如果爱情需要用这种方式表达的话 那她也可以为玛丽牺牲一切 虽然此时实弹的概率高达三分之一 郑元还是红着眼上扣下了扳机 丈夫一脸的不可置信 郑元则是扶起玛丽头也不回地离开 江仁旭则是直接瘫坐在了地上 没想到郑元那个家伙也会坐到这种地 而那颗要命的子弹 正好处于第五枪的位置 门外郑元和玛丽还没走多远 江仁旭的电话就再次打了过来 她以玛丽的母亲作为威胁 质问玛丽选择母亲还是选择郑元 上一秒玛丽还以为自己真的逃出生天 但此时她的心却再次跌入谷底 为了母亲她只能再次回去 于是随后不舍地松开了郑元的手 哪怕郑元心中有万般不舍 但也只能眼看玛丽越走越远 但她自然不会就此放弃 原来她已经把昨晚江仁旭所说的话 全都录了下来 拿着录音来咨询律师 能否以此作为证据控告 江仁旭家暴和非法拘警 但律师却表示除此之外 必须要有直接施暴的证据才能成功 身处于家里的玛丽也知道这个道理 于是她在房间的各处角落再次安装摄像头 想要拍下丈夫家暴自己的画面 几天后玛丽的新画完成 她想把画放到画廊去记手 在丈夫手下的一番检查后发现并无问题 于是这幅画就几经周转送到了郑元的手 郑元知道这是玛丽在向她传递信息 但却怎么也猜不透其中的奥秘 这时她伸手去触摸油画 发现其中一朵花的位置有些许凸起 她赶紧用餐刀将画划开 里面果然藏着一张内缝卡 原来玛丽将丈夫施报的证据放在里面 又通过颜料将其封在了画面 看着视频里江仁旭丧心病狂的模样 郑元忍不住双眼放火 但这也注定会成为扳倒江仁旭的铁证 她把江仁旭约了出来 以此要挟她放玛丽自由 不然全世界都会清楚她的罪行 江仁旭看后心里万分劳 但却完全没了办法 晚上她把选择权交给了玛丽 问她是选择自己还是选择郑元 玛丽听后自然是选择了后人 尽管心中已经猜到了答案 但她的心里还是难以接受 就这样站在原地犹豫了很久 江仁旭最终说出了那句话 卡 玛丽回过神来赶紧带着母亲离开 门外的证员早已等候多时 玛丽的世界终于在这一刻迎来了光亮 但没过几天 丈夫就再次打来了电话 她希望在离婚之前再见玛丽一面 如果玛丽不同意的话 她就不会离婚 女人把内存卡贴在画上 又用颜料将其封进了画里 而这内存卡里放着的全是她家暴丈夫的犯罪证据 玛丽也终于可以摆脱丈夫的魔爪 和郑元开始没羞没臊的日子 但还没高兴两天 丈夫就再次打来电话 她想在离婚前再见玛丽一面 如果玛丽不同意的话 她就拒绝离婚 没办法玛丽只好赴约 两人来到第一次约会时的餐厅 也许是预感到玛丽即将离自己而去 平日里暴躁的丈夫也终于放下了自开 心平气和地跟玛丽交谈 她还是无法想象今后没有玛丽的生活会是什么样 所以她希望玛丽再给她最后一次机会 但这句承诺玛丽这些年已经听过了无数遍 从一开始的抱有希望到一步步走向绝望 玛丽是真的再也不想过这种日子了 丈夫心里虽有万般不舍 但也只能放玛丽离开 随后两人开车去办理离婚手续 这时玛丽的手机响了起来 丈夫见状把玛丽的包包丢在后座 她已经下了最大的决心放玛丽离开 所以在这最后的相处时间里 她不希望证员再来打扰他们 可偏偏这时玛丽的电话再次响起 丈夫心中的愤怒再也无法应远 一个急转弯偏离了原本的路线 她拉着玛丽来到了荒郊野外 问玛丽到底有没有爱过自己 玛丽虽然于心不忍 但还是说出了那句让丈夫绝望的话 她也知道丈夫口中所谓的爱 也只不过是出于对她母亲的愧疚吧 只因她长了一张和她母亲一样的脸 丈夫听后眼泪瞬间夺眶而出 她承诺今后会好好爱玛丽 为了不再被玛丽的长相所影响 丈夫掏出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影 由于玛丽的急事阻止 丈夫捡回了一条命 玛丽拨打了求救电话 丈夫很快被送到了医院 醒来后的丈夫开始发了疯失地寻找玛丽 而此时的玛丽正不知所措地在街上游荡 证员找了好久终于在街头发现了玛丽 并且将她带回了家里 隔天一早将仁旭从警局走了出来 原来她亲手检举了父亲官商勾结 父亲的商业帝国也就此倒塌 这正是她对父亲的复仇 如果不是这个残暴的父亲 母亲也不会饮单自尽 她也不会变成如今这副模样 在做完这一切后 江仁旭的心理已经了无牵挂 她现在只想和她心爱的人永远在一起 于是她来到正元家里再次绑走了玛丽 并给正元打去电话 让她来亲眼见证两人的爱情 她从背后紧紧抱住玛丽 随后将枪口抵在了玛丽的心脏 这样他们的心就可以连在一起了 就在即将扣动扳机的刹那 脸上的伤口再次传来剧痛 玛丽看准时机想要挣脱 丈夫也因此误伤了自己 赶来的正元听到枪响 拼了命地向楼上跑去 看到玛丽没事后 正元冲过去紧紧将她抱进怀里 但就在这世泳池内的江仁旭再次站了起来 并将枪口对准了正元 玛丽见状一个侧身挡在了正元身体里 看着玛丽渐渐倒下 江仁旭痛地撕心裂肺 随后大批警察也追了过来 玛丽 如果我能够再生日 我能够再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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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一声呛响 这个拥有过一切 又好像什么都没拥有过的男 彻底离开了这个世界 而玛丽经过医生的及时抢救 也脱离了危险 自此和正元开始了新的生活 全片到此结束 让我们下部剧再见 是一如既往的冷漠 又两句无论 子和平安